王铁锤收拾老大爷这招法真是绝了 估计以后老大爷也不会来小公园下棋了 实在是招法太气人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对局 王铁锤摆下中帽 老大爷呢来了个顺炮 铁锤就笑了 大爷呀 这个顺炮必败 你怎么输了一次又一次 还是不信邪要走顺炮呢 他上马 黑旗上马 红的出直居 那黑旗呢高横距 红旗还是选择了一个鞠二进六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红旗这招禁锯 就显得有一些急躁 红旗啊可以考虑走个冰三进一 或者说走一个马八进七 老大爷呢横距过攻 黑旗 赤足压马 黑旗选择一个禁锯抓炮 红旗高炮 以前呢老大爷选择过退局抓炮 也选择过平局抓炮 都输掉了 这次呢老大爷明显的是有备而来 你不是平炮想打我的马吗 把中炮拆开 下一招啊 你要是打我的马呢 我就连个向 我用双炮来保住马 那铁锤呢 故意啊卖了一个破 破什么来着 破钉是吧 上马 你敢不敢吃 老大爷看你味道我嘴里面 骗我 你要一吃 红旗平炮 打着鸡 打着像 将着军还要打这个鸡呢 那老大爷不上当 老大爷选择了一手退局 那黑旗 红旗呢进兵 吃掉 那平炮打一下鸡 黑旗选择一手上马 我们的出鸡一桌 那你现在肯定是不能对桌 你要是吃马 红旗吃炮 又吃了这个炮 又吃了这个马 那就亏了 选择了一手 平炮 平炮呢 红旗就上马一打鸡 黑旗呢 选择一个手吃相 这个旗 你要是吃鸡 打一僵 打完僵之后啊 把旗一补 你一无所得 红旗呢 在这里啊 走得非常非常凶残 而且呢 也出人意料 你不是选择来对居吗 我干脆啊 就给你来个弃鸡 鸡不要了 选择了一个 马踩鞭兵 老大爷就笑了 终于逮住你一回 你踩过去有啥用呢 你也打不到我的鸡 他就选择把鸡吃了 那我们看 王铁锥接下来这种精彩招法 王铁锥呢 就选择把炮鸡吃 把炮鸡吃 现在打着鸡 吃着马 看似好像是 要一鸡换双了 但是呢 黑旗呢 老大爷呢 选择一手上马 来吧 换 你吃我的马 我以后呢 吃你的马 那走到这呢 铁锤也不客气 先把马吃掉 那黑旗肯定是不能先吃这个马 这马还吃着胖的 你要补一手象 那补哪个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战呢 是选择了一个补三象 补三象呢 红旗就来一江 来一江 你这个事不能吃啊 这一杀象 决杀了 是这个事 红旗啊 就剩一个鸡了 也不要了 平炮打相 这是个闷杀 你不能吃鸡 一炮轰死了 只能飞个边相 你飞个边相 你不是炮打着我鸡吗 我不是就剩一个鸡了吗 我还不躲 我顺手牵羊 把那象子给吃了 老大爷给气的呀 你给你聚在嘴里 你就是不能吃 现在呀 马跳到这里 在你嘴里 你呀 没顾得上吃呢 老将也出不来 就这样活活的 一浸泡 闷死了 你说这旗下的高明不高明 那他刚才 我们来回过头来 走到这 那刚才补三象不行 那能不能补个七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补个七象 红旗呢 还是可以来一江 来一江之后 你就只能 补这个 射四进五 红旗啊 就可以来一个 气局砍象 你 这个象的话 一甩炮 又是一个闷杀 只能是选择吃掉这个 那红旗呢 不依不饶 照样平炮 叫闷杀 可以出老将 那红旗呢 可以平炮一江 老将进去 闷死了 你炮 发出来 那可以再平均一江 然后呢 一尘炮 还是一个绝杀无解 黄铁锥这旗 真是下得太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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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